我若银香刀山 刀山摧折 扶手成落花 雲再高地再大 一颗女人心圈装霞 我若她像火海 火海枯竭 万物又发芽 心团转风华 竟是女人天下 我若她像火海 火海枯竭 万物又发芽 心团转风华 要令尘封与提醒不是没有可能 向王 梁王和本宫都有这个能力 不过要安排宫女在皇上身边 恐怕谁都没有这个本事 除非 除非是皇上身边的男处 张帝日张长松这两个妖真 难道他们想谋害皇上 不过 他们全凭皇上的宠爱 才可以作为作福 那如果皇上死了 对他们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莫非他们已经说服皇上 让他们其中一人继承皇位 不可能 皇上如何糊涂 不传姓武的也会传给姓武的 怎么会传给两个不男不女的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 他们跟上官婉儿串通行了 待皇上一死马上改写遗诏 方生 在 周公公 你想办法联络凤阁侍郎 张简直 说太子要见他 是 你送去下官殿并被马 一方有病 是 皇殿 快点 上官大人 杜公公 皇上 为什么你不找人陪你下棋啊 你明明是很怕朕的 却又总是禁不住好奇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 在宫里不该多管闲事吗 有啊 有人曾经跟我说 不要多管闲事 不要强作出头 有道理的 不一定要宣知于口 摆在心里便是了 那你为何不听话呢 我没有啊 只是 有时候 话到嘴边 一下没忍住 就说出来了 你真有趣啊 你真有趣啊 究竟你是单纯呢 还是愚蠢呢 朕真想知道 日后你会被这个皇宫改变呢 还是你改变了这个皇宫呢 那皇上 奴婢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这儿 真自己和自己下棋 还是跟婉儿学的 婉儿便是上官婉儿 他说这样 可以连对手的心思都猜透了 有时候朕也学学他 好像也挺有趣的 启禀皇上 临滋郡王在门外求见 阿满 朕不是说过不见任何人吗 奴才跟他说了 可郡王爷说 他带了一些和谱的珍珠来 说是有镇静安神之效 朕的子孙当中 就算阿满最重亲情了 也罢 传 遵旨 孙儿参见黄祖母 奴婢叩见郡王爷 黄祖母奉体为和 何不好好休息休息呢 人身燥热 这珍珠有宁神定睛之效 每晚研磨成细末服用 有助入睡 坐吧 你真诚而来 不是为看我这老太婆吧 要不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 这几个月来 黄祖母抱扬不着 朝臣都有所担心 阿满前来探望 只希望黄祖母能够 早日康复 免得有人胡思乱想 事事如期啊 只要坐在棋盘前 就不得不思前算后 争取胜算 有的人想乱来 要来便来吧 这也是平常 算了 还是把这盘棋下完了吧 黄祖母现在年事已高 不如趁机退下来 一样天年 何苦还要这样 红尘逐鹿 世俗争锋的 你明知黄祖母不想听 也要说出来 阿满 你果然是朕子孙当中 最重亲情的 不过棋已经下了 你还可以退吗 阿满也知道 说这番话 徒劳无益 不过还请您 试试小心 不过为了 看来这局棋 朕输了 承蒙皇族目里让 棋局胜负 朕不在乎 不过天下胜负 朕绝不会输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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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郡王爷关心 奴婢已经没事了 对了 郡王爷 刚才皇上为什么叫你阿满啊 那是我的乳名 好奇怪的名字 阿满 你想瞒过谁啊 我虽是李唐王氏 可自从我生下来 一睁眼看到的 却是无家天下 我自诩为阿满 就是要瞒过那些 以为我傻得可以的人 其实阿满就是曹操的小命 不过郡王爷 要在自己亲人面前 这样掩饰自己 真的很可怜 可怜的不止我一个 其实皇宗母也很可怜 我要装风卖傻 瞒过众人 而他却要 装腔作势 压过天下人 其实皇祖母这是命事之才 单凭女儿身 竟然坐上帝位 任用人才 不计门帝 不计资历 以农为本 兴盛国家 抗吐蕃收复安息 边军吞天 巩固边坊 实在是有风宫伟计 不计资 既然这样 为何天下还是民不聊生 就因为她是女儿身 一直要跟男子斗 因此为保住她打出来的江山 只好牺牲他们 结果就连百姓也牺牲了 那这么说来 皇上究竟是功还是功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 一个人 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能相信 要去提防他们 怀疑他们 甚至是牺牲他们 这样的人 是有多可怜的 难过皇上如此难伺候 君王爷 为什么要跟奴婢说这些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本王总觉得 可以跟你说说心里话 对了 伺候皇上可不比上宫局的工作 你可要特别地谨慎小心呢 他便为难你吗 皇上喜怒无常 一时和蔼可亲 一时言辞立色 他呢还让我晚上去抓巫蜀 真是莫名其妙 皇上让你晚上去抓巫蜀 对啊 他说巫蜀一晚明将 吵得他无法入睡 但是御花园跟寝宫相处 这么远 他又怎么能听得到呢 君王爷 奴婢是不是 又说错话了 皇上的心思无人难测 你千万小心 万一皇上对你不利 你一定要记住 皇上对心怀真情实义的人 会留一点情面 这一点 或许可以保你一命 那奴婢做得到 天眉难测 心怀难命 我杀了你 皇上 皇上 玲玲 皇上 皇上 出来 皇上 杀了你们两个借了 皇上 欢迎皇上对你 出来 你一定要记住 皇上对心怀真情实义的人 会留一点情面 这一点 或许可以保你 杀了你 杀了你 杀了你们两个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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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了 没有人要害你 皇上 这里是安全 这里是很安全啊 皇上 不要怕 这里也没有人要害你啊 皇上 全退下 是 皇上 皇上 朕没事了 其实朕也很想相信 没人要害朕 可惜朕是个笑话 当不得朕 没事了 当不得朕 没事了 皇上 您在这儿等一下 奴婢 奴婢 朕就请医癒来 后来 皇上 皇上 圣体如何了 尚我大碍 这笑下官为皇上开一天 宁经定神的方子便可以 孟凡 孟凡 奴婢子 你就随羽衣到尚药局 替朕煎好药汤送过来吧 又要奴婢煎药 奴婢遵命 孟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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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别参见皇上 孟凡 皇上有病在身 为何不在迎仙宫好好休息 却一大早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呢 你刚才在想什么 想得那么出神呢 奴婢想起 从前在这里服侍过张公子 以前常常在这里为他煎药 你挂念他 奴婢只是觉得张公子可怜 人一死 大家都迫不及待地把他忘了 你觉得他可怜 这世上比他可怜的人 难道还少了 确实不少 不过奴婢 在张公子身边待过 张公子一生失忆坎坷 所以奴婢 就觉得他更加可怜 走 随朕出宫走走 朕要让你看看天底下 比他更可怜的人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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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感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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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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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去 皇上 冠爷饶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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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这可是天子脚下 是是是 小子出门在外不容易 请军爷放小弟子吧 敢在这儿胡乱摆摊 你问过本大爷我吗 啊 军爷饶命啊 军爷饶命啊 军爷 军爷 把东西都给我收了 军爷 使不走 军爷 进来 各方 走 走 走 二位慢走啊 有空城来 哈哈 哈哈哈 皇上 刚才那些官兵对你无礼 你真的不碍事吗 朕虽然一把年纪了 可这身老骨头还硬朗 还算挺得住 但是皇上 你为什么让那些官兵 胡作非为呢 你认为他们的所谓不对吗 当然不对了 为什么 有权有势的人 应该为一些无权无势的人 谋求福祉 而不是胡作非为 是吗 舅舅老爷 舅舅老爷 给我点吃了吧 你进来了 舅舅老爷 去去去 别烦我做生意啊 走走走 各位老爷可怜可怜我了 快走啊你 等等等等 老板 这些钱给你 给他那点吃的东西吧 谢谢 这不成啊 为什么不成啊 我要是让他进了门 我这客人还不都让他给赶走了 我这可亏大了 给给给 算你运气赶紧走 等一下 谢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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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给你 谢谢姐姐 谢谢姐姐 不用谢 快吃饱 好 好 好 孟凡 你认为刚才那个老板做得对还是不对 老板的所作所为 是势力了一点 但是将心比心 他是开店做生意的 也有他的为难之处 好 好 嗯 朕告诉你吧 天下间没有公平这回事 不管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强欺弱众欺寡 这本是人间常情 万物本性 刚才在大街上那些官兵 如果知道朕的身份 必定处然而今 可是朕没有这样做 他们就肆无忌惮 为所欲为 这不就是明显的道理吗 孟凡 朕要好好管治天下万物 就要将生杀大权操住在手 只有如此 他们才能知道危局 知道臣服 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太平 黎民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 但是在这个世上 也有些不畏强权的人 会挺身站出来的 当年太子李显称帝 朕废李显立李诞 改朝称制 宰相培言扬州大都督徐敬业 兴兵十余万作乱 但是朕 仅仅用了不到五十天的时间 就平定了叛乱 霹雳手段 固然可以收益时之下 但始终不能收服人心 奴婢还是坚信 天下 总会有不怕死的人 出来整肃朝纲 如今朝当冬暖 太太名不良师 你所说的几碗米饭 已贵如黄金 要让天下百姓 重拾欢迎 唯有整肃朝纲 既然你心中不服 那朕不妨就和你打打赌 赌什么 朕就不信天下有多少人 如你所言能誓死如归 朕现在就赌你 在大难前的一刻 会落荒而逃 如果你赢了 朕有重赏 如果输了 朕不乏 如何呀 好 有点 朕啊 我已经疏通好渡宫跟身边的得走了 让你进去渐渐梦凡 会到迎县宫后院等你 谢谢 我不能陪你进去 你自己要小心啊 嗯 专心点吧 你不是说过你最擅长的 便是借着下棋 来揣测别人的心思吗 此刻你可知道 朕叫你来的用意 皇上的心意 又岂是婉儿所能明白的 朕派人接你的时候 听说你已经收拾戏软 准备离开了 看来朕的心意 你已经猜到八九了 婉儿知道的 是皇上能让人知道的 皇上不为人知的 婉儿便毫不知情 朕的不为人知 可比不上你婉儿和六郎的 请皇上恕罪 婉儿是曾经跟张昌宗见过面 可是我们并没有暧昧 请皇上开恩 你以为朕会在意 一个男宠与你是否有染 朕在乎的是 谁敢抢朕的东西 不管是江山男宠 甚至一个奴婢 只要是朕的 未得朕允许 就算只是剑上一面 也是死罪 在宫中要生存的话 那就要一磅靠山 要想在宫中生存到最后 那就要一磅最大的靠山 这是在宫中生存的铁柜 难道你自己不知道吗 你在宫里日子匪浅 应该知道 谁是你的靠山 你更应该知道 谁是最大的靠山 谁是不能得罪的 婉儿知道 婉儿如今在宫中的地位 是皇上赐予的 使食物者为俊杰 起来吧 谢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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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不用知道 更不可打开来看 不可弄丢了 或者落入他人手中 你只要给朕 好好地看管着 朕便永远是你最大的靠山 婉儿誓死保护皇上托付的东西 把上官大人送走 是 请 地下 我诶不得了 我诶不得了 你可并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要是朕的 未得朕允许 就算是剑上一面 那也是死罪 要在宫中生存 便要一棒靠山 要想在宫中生存到最后 便要一棒最大的靠山 你在宫里日子匪浅 应该知道 谁是你的靠山 谁是你最大的靠山 为了你你说你最大的靠山 在宫中生存到赶金 最大的靠山 会 blow 你不要去 你见过 你有什么关系 你不说 我还是想想到 你要对胡亢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孟夫 见到孟凡了吗 嗯 那就好了 姐妹相见多好啊 我们还是快点离开吧 免得人家看见 哦 姐姐 小福带你来青白月秀古墓 姐姐 你别怪我 你现在已是皇上的婢女 就算我们只是见上一面 说不定也会触怒皇上 给姐姐带来不信 孟夫 实在不能冒这个心 皇上说得对 在宫中 要想生存到最后 就需要找最大的靠山 只是皇上年事已高 又久病缠身 就连上官婉儿 也要另谋出路 看来改朝换代的日子 不会远了 宫女再卑微 也要找靠山 可是我要去哪儿找最大的靠山呢 我一定要小心地选择 如果选错了 可能就永难分身 怎么会是你们 皇上吩咐 让我们陪你一块儿去 为什么 生意难测 我们怎么会知道 你们不会是来监视婉儿的吧 谁监视谁 恐怕还说不准吧 看来 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只不过是皇上手中的 一颗棋子罢了 我们还是上车再说吧 你什么家的 还没到 还没到吗 師父 怎么还不来呢 把 都没连到 皇上 王儿 你在想什么 究竟为什么 皇上要把我们三个人一起送走呢 依我看 宫中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难道是 现在 无论猜测也无疑 不过我相信 宫中如果真有大事发生 唯一掌控的还是皇上 难道我们就任人摆布了吗 当然不是 只要时机一到 我们便反客为主 永转乾坤 什么时机 只要皇上没死 我们便有时机 莫忘记 要是皇上真的驾崩了 还有梁王 相王 太子和公主 又怎么那么容易 让你们得逞 只要我们手里 我一样东西 其他人都不足为据 什么东西 皇上的遗诏 纵然皇上真的立有遗诏 那怎么会 传位给你们呢 我想这件事 只有婉儿你能够帮助我呢 你的意思是 要我篡改遗诏 如果皇上有立遗诏之意 顺理成章 并会请你执笔 然后教你担为封存 要是皇上并没有这么做的 要是皇上并没有这么做的 我们可以屋中生有吗 听我说 怎么样 婉儿 事到如今 你不会还一心想着 那个老太婆吧 你不要忘了 当初若不是那个老太婆 从中作梗横家拆散 你我又何至于 饱受相思之苦啊 我只是 他说是不做计较 可谁知道 什么时候 他又会翻旧账 王儿 你是个聪明人 难道 你不知道这其中的厉害关系吗 难道 你不想跟我再续前缘 做一堆快乐 逍遥的神仙眷恋 只要 帮助我们其中一人 陈光登基 当时 又何愁 不能得偿所愿呢 不就能得偿所愿吧 不就能得偿所愿的 那你怎么能得偿所愿的 能得偿所愿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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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太子暗中勾结 你以为朕不知道吗 你不要害怕 朕不会杀你的 只要你肯死心塌地地 为朕所用 朕还会好好待你 赵叔就在你面前 你拿回去好好想想 究竟你是选择权势还是爱情 明早朕就要看到你的抉择 朕不忍赏 朕不忍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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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上官大人来了 好 太子 我们看了你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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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